Sol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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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生 戏曲中的行当名称 为正派男性角色 而老旦则为老年女性角色 能接两者实属其才 而曲复命正是其一 天啊 因为我在家太皮了 我是警察宿舍的孩子王 床后我都是第一名 最主要还是因为喜欢各载戏 不喜欢念书 父亲跟我讲说送你去学歌载戏 所以我就很高兴 到了学校去以后才发现到 不是歌载戏 是那个时候叫做平聚 民国四十六年创校的复兴聚校 于民国九十五年改制为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该校第一期 副字辈的基本训练非常扎实 行当平均 培育许多台湾精具人才 张铭福张老师 他说我听见你的嗓子很好 很适合唱老生 你要不要来我这边试试看 我说你只要不打我就去 后来张老师说好 你只要来学老生我就不打你 我就是这么去学的老生 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是老生 也就是他本行是老生 他的嗓音很高 他有女老生的优势 也就是女老生通常 嗓音会比较高 可是他没有女老生容易有的弱点 有的女老生容易嗓子尖尖窄窄的 听起来也不像个老头 可是曲富敏是高却宽又亮又清爽 而不会变得尖尖细细窄窄窄 曲富敏以老生走红 嗓音轻悦半向清雅 老一辈的老蛋相继离开舞台 曲富敏挑起台湾精具老蛋的一片天 刚开始的时候老生转到老蛋的时候 哇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适应 曹富永 我同学那时候是团长 他有跟我讲 他说你要诠释你自己的演出的方式 观众接纳你 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在老蛋行这个里面的角色 我觉得我把这个杨美女将 就是舌太监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拿捏的还算可以 老生的行当它比较唱腔比较阳刚 强调就是韵味 还有它的流派的演法跟它的唱法 梁虎 叫我风 龙虎刀 那老蛋比较用在鼻音跟脑后音 而且它特别有独特的一个腔调就是儿子的儿音 跟那个尾音这样滑下来 脚张音 你看没有它就是鼻音啊 我的耳啊 啊 曲富敏年过半百后 仍活跃于舞台 更于2010年挑大梁 主演戏曲学院 附设金剧团年度大戏 娴熟的母亲 广获好评 如今 曲富敏将重心放在记忆的传承与发扬 希望培育更多戏曲人才 传统戏曲的演员吧 我自己 我自己演员可以提早退休 但交戏不能退休 所以我们要持续地整理这个传统骨子老戏 重新编排演出 让年轻的演员能上台磨练 这样才能出戏出人才 那我也希望 这些剧团能下乡去演出 那培养一些新观众走入剧场 看我们这个传统的戏曲 传统艺师的麦麦相传 承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 正是人以艺世道 亦以人弘扬的精神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